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钱来约束南方 至于这条爆料内容是否属实 截止发文时间 汪小飞和张盈盈均未对此做出回应 但却有不少人觉得这条协议过于夸张 主要体现在罚款都是以百万作为计量单位 比如乱家女友微信被发现罚一百万 跟女友聊骚要罚二百万 甚至偷偷看前任的照片要罚五百万 酒后乱信要更为夸张 直接一千万冲顶 不仅如此 只要被别人发现或举报汪小飞存在以上行为不轨的话 那么张盈盈就会分一半的钱 哪怕汪小飞不给 她也会主动垫付这笔举报费 最后还是得让汪小飞为自己的错误买单 说真的 这份爱情协议要是出自别人之手 恐怕真的没有几个人会去相信 因为实在太离谱了 简直就是离谱妈妈给离谱开门 离谱到家了 对此很多网友纷纷感慨到有钱的人世界完全看不懂 敢签这种协议的人难道不怕破产吗 可问题在于这个爆料是葛思奇放出来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前不久他首次开直播爆料 晒出了三张汪小飞与不同漂亮女子的亲密照 包括直播前就已经爆出过汪小飞在KTV与妙龄女子亲亲我我的照片 其中就包括张盈盈在内 后来汪小飞到处托人联系到了葛思奇 哀求对方不要再继续爆料了 也就充分说明了葛思奇手里头确实掌握了汪小飞婚内出轨的大量证据 同时也侧面证明了葛思奇跟别的狗仔不同 爆料的真实性是非常高的 对于这份不公平的恋爱协议到底是谁主动透露给葛思奇的呢 想必应该是此前透露汪小飞和张盈盈聊天截图的同一个人 一个非常接近他俩的人 然而巧合的是 汪小飞在不久前发微博控诉前妻大S 长期服用伪禁药物 开头便强调不想再让任何人勒索了 也就是说她跟张盈盈很有可能签订过相关协议 所以才会情绪失控做出伤害大S的行为 因为这件事从头到尾跟大S没有任何关系 但她却突然将怒火撒到了大S的头上 确实让人无法理解 就算这份协议是真实存在的 但懂法的人应该都知道 这很明显是一份违法协议 不受法律保护 甚至可以认定为敲诈勒索 当然规矩可以立 钱也可以罚 但是汪小飞看前妻大S的照片就要被罚500万 这就真的有点过分了 因为汪小飞是要见孩子的 自然而然也就会跟大S保持联络 即便不能面对面见面 视频通话也是能够见到对方的 这个规矩设立显然有备常理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大S与汪小飞注定要分开 大S妈妈曾抱女儿强势 男方脾气也改不了 大S在去年离婚 今年2月与20年前非首的韩国男友 聚敬夜闪婚 近日前夫汪小飞 大爆前妻大S的猛料 离婚半年了 汪小飞还能制造出新鲜的挂来 让大家看个热闹 大S第一次闪婚 10年后离婚 再次闪婚 她对自己的婚姻方面的处理 干脆有霸气 每一次都极为震撼 真是无比的精彩 其实汪小飞与大S早已注定会分开的 S妈黄春梅曾经在某档节目中直言 大S做的每件事都让我无言到不行 我很支持西元和小飞 也很照顾小飞 把她当自己儿子 但我不喜欢看孩子们吵架 我还是很爱小飞 也很祝福大S小飞 这些年大S带着小飞 也像是带着大孩子 没办法 她脾气也是改不了 若大S愿意柔软一点 结局不会这么严重 很明显大S性格较为强势 自己决定了事情一定做到 谁也拦不住 而汪小飞脾气火爆 实际上更像个孩子 两人的婚姻就是一个大女人 一个小男孩的组合 在综艺幸福三重奏舞节目中 大S一言不合 就直接把脚上的拖鞋脱下来 丢到汪小飞身上 还有就是吃饭时 汪小飞提醒她注意健康 不要吃那么多 大S听完后 直接在镜头前骂她 无视她 这样的场面 让汪小飞既尴尬又压抑 显得非常懦弱 不敢顶嘴 真是丢尽了颜面 侯佩岑说 大S是个狠女人 如果有两条 已经预知到的路 一条是安稳 一条困难重重 大S肯定会选男的 说明大S不碍于现状的人 更愿意接受挑战 汪小飞性格易怒 不懂得控制情绪 容易冲动 大S遇到事情表现非常淡定 不慌不乱 很明显 我们俩人性格差异不是一般的大 离婚一点也不意外 一 中国台湾狗仔 爆出汪小飞 曾经在大S怀孕 五个月的时候 把她推倒 二 汪小飞与大S的朋友们 一起在餐厅吃饭 突然间汪公子 大发雷霆 三 在综艺 幸福三重奏节目中 汪小飞齐单 大S坐在后座 路不平 感觉不自在 多次让汪小飞停车 她只顾着嗨 帽子掉了 才停下 大S下车后哭着说 再也不想和你玩了 语气中带着委屈 网友说 说到底 汪小飞的家底薄了 如果还是京城四少的家底 大S既不会强势 也不会倔强 三观习惯不同 都是天之骄子 不想妥协 看了幸福三重奏节目后 感觉两个人处得很压抑 汪小飞适合找柔弱一点 不强势的内地老婆 大S没人适合她 她的性格太古怪 没人受得了她 大S在综艺幸福三重奏时 评价汪小飞说 你超没品 你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你冷静不下来 你很容易暴怒 暴怒 你就牵扯别人 两人的好友透露 大S和汪小飞两人婚姻 一直有问题 大S与汪小飞自从结婚后 从没有淡出过大众的视野 他们的一举一动 都受到外界的关注 他们的婚姻 曾经是网友很羡慕的一对 如今离婚了 大众看到的只是表面而已 真正的生活 唯有两人才是最清楚的 大S身上 基于名气 流量 话题 金钱 这些让他有足够的硬气和底气 心思细腻的大S 会专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既能把事情办得妥贴 又处理得很体面 无论外界如何评价自己 也表现得非常淡定 不回应 大S的独立 离不开原生家庭的成长 自然也有一个强势的妈妈 王小飞爆料之后 眼看被嘲讽和攻击 虽然很快转为道歉 但是没有用 网友不买账 王小飞从表面上看 借助前妻 赚足眼球 照亮了自己 在背后做事情不计后果 最后搞得一塌糊涂 难以收拾 没办法 从小就被强势的妈妈张篮宠着 帮她解决问题 王小飞没有舒展的空间 40岁还是小孩一样看待问题 真是极其可笑 无趣得很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转发 请不吝点赞